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从2016年开始就成立了9家绿能公司 成立时资本额都不超过10万块钱 可是如今全部暴增到6亿到12亿不等 而股胜辉同样当过行政院的顾问 过去还曾经和台南的前金发局长陈凯玲 卷入了七股光电构地的弊案当中 他成立的丽阳能源和民进党新竹市党部 还放在同样一个地址呢 如果没有巧门 为什么一个资本额10万块的公司 最后可以成长1.2万倍啊 立文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次又被黄鸿威揭发了更多的天字辈的 所以本来是五月天 现在变成九天玄女了 好 新竹小英之友会的副秘书长古胜辉 跟郑永金家族 但郑永金在新竹就是赫赫有名咯 他们从2016年关键就是政党轮替民进党上台之后 到2019年就上一届 上一任的蔡总统任内 成立了九间绿能公司 成立的资本额当时只有5万到10万耶 你想想看我们多少年轻人 要创业都不只拿5万跟10万出来啊 真的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如今资本额暴增到6.8亿跟12.8亿耶 这恐怕是我们台湾年轻人做梦都不敢想的啊 这么多年轻人低薪买不到房子 当时蔡英文是怎么样承诺台湾的年轻人的呢 结果今天我们看到的是这些绿油油的家族们 真的哇塞 5万到10万变成6.8亿到12.8亿耶 哇 其中啊 天充天勤天蓬能源这三家 一个月哦 一个月内资本额就从100万 暴冲到7到13亿啊 什么样的生意可以这么好做 啊是什么人给它报的啊为什么通通都是天字辈呢 这也太刚好了吧 所以呢 反核反核多少罪恶假辱之名以行之啊 这真的是当今的反核链金术 一个一个的被揭发了出来 所以不是只有赖家新潮流的这个云豹小公主 而已 娘娘绝对不止啊 好我们看到呢 另外呢就是锋利发电 也被呢大家质疑说 陆域的风力发电 也就是离 以及离岸的风力发电 陆域的风力发电呢 差价很大 而离岸的风力发电也比欧洲贵 为什么在台湾就是这么贵呢 李鸿源质疑说 在台湾装一座风电的钱 在越南 可以装三座 哪会差这么多 另外两座的钱到底到哪里去了呢 所以说呢 在台湾本来好好的一个绿能 也是时代之所趋 但是问题是说 很明显的台湾不可能百分之百靠绿能 它的比例是非常有限的 而这么有限的比例里头 并你能想象台湾全部通通都被光电杆腐败 像覆盖像穿山甲一样吗 我们美丽的这些湿地 生态 余温 农地 林地 通通变成光秃秃的光电板 多少农民 渔民他们的生计被剥夺 多少我刚刚讲了 我们的地表的地貌全部都被改变 而即便台湾全部中莽了光电 还是不够台湾用电啊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不合理扭曲的一个能源政策 用脚头乌手也知道吗 那为什么就是为了反核的这根神主牌 害我们又要缺电 又要跳电 台电也要破产 然后搞了半天 还牺牲掉我们所有的生态农于民的生计 牺牲掉我们整个台湾的地貌 到底所谓何来 哦 原来养肥了这么多的天字辈啊 他们这些少数人赚宝宝 而台湾恐怕要付出 好几代人都没有办法回复的代价 不是说不要发展绿能 也不是说绿油油就一定不能够跟政府做生意 问题是怎么全都是绿油油呢 而且大家也很关注的是 背后这庞大的价差 到底是到了谁的口袋里 我们拿新疆来比对一下 因为新疆也是盖了陆域风电 他们的设备成本 每百万瓦的电呢 差不多是990万 但是反观台湾的陆域风电的设备成本 每百万瓦呢 竟然就要3780万 表示同样是陆域的风电 但两者的设备成本差了3.8倍 另外离岸风电设备成本的部分 我们的每百万瓦要1.4亿元 李宏源就质疑了 为什么我们的离岸风电的造价 和越南相比也贵了3倍 所以民进党说 我们是因为钢价比越南贵3倍 可是大家的钢铁 不都是在国际市场上买来的吗 难道我们的钢铁真的比别人贵吗 我们要请教一下大签委员 更重要的是 我们台电买这么贵的电来 卖便宜的电给大家 所以就是在掏空台电 可是养活的都是这些谁呢 还是说为了让绿油有能够发大财 这个非和家园 真的就是一个幌子而已吗 最后你会发现在最近这段期间 从云豹能源到现在的九天选女 然后原来让我们终于看清楚事实的真相 就是民进党在喊的非和家园 根本就是一个骗局 它从头到尾就是一个设定好的一出戏码 这出戏码只有一个目的 不是为了废盒 这出戏码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利用非和家园这个幌子 让民进党的政治人物能够上下其手 大发这个不易之财 那么在原先当时大家就在想说 你为什么一定要喊2025非和家园呢 不能够拉长一点吗 不能够有多一点弹性吗 不行 一定要2025非和家园 然后于是大家就问了 那你2025非和家园 你的能源结构是什么呢 民进党就定了一个几乎没有办法达标的 绿能的这个比例的能源结构在那里 然后接下来你就看到台湾开始缺电了 一个又一个的跳电 尽管在这种情况之下 民进党还是不要恢复核电 还是要硬着牙齿 这个挺过去 然后给民众压力 所以于是台电就更有理由告诉大家了 所以因为有缺电 因为核电现在已经没有要退场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买更多的电 于是台电就开始跟很多绿电公司 签了各式各样的长期购买合约 那么这些购电合约其实都是不平等的条约 是一个一个不平等的合约 这些合约都是图利这些绿电的公司 我甚至怀疑他们当时有没有经过一个合理的招标 还有这些所谓能够跟台电来进行这个贸易 能够卖电给台电的这些绿能公司 他们背后的最终受益人是谁 究竟是哪些人成立的这些公司 光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从云豹能源到九天选女 就已经是两组不同的绿营的政治人物 在掌控的集团了 那么接下来还有没有其他的呢 台电敢不敢把所有购电合约一次对外公布 让全民一起来检视一下 到底你那个电是跟谁买的 你会发现就像刚才远一讲的 这就是一个完全设好的一环扣着一环的这个骗局 就当大家缺电台电就必须要去购电 购电的时候他用高价购电 他对外也说得过去 因为我缺电所以我必须要去购电 可是台电购电的结果是什么 台电就开始这个破产了 台电开始这个很严重的这个财务的问题 最终是谁要付钱 最终还是全民要买单 哪怕是用国库的钱去填补台电的这个财务黑洞 最终也是我们的钱 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 最后就应验了一句话 就是全民养台电 台电养绿营政客 结论是什么呢 就是全民养绿营政客 真的是非常缜密的一个计划 也是了不起了 但被质疑花百姓大钱却肥了绿油油的 不是只有台电花钱去买绿电 我们的外交部撒币邀请外宾来台湾 也遭到了诟病 外交部今年又要扩大来邀请外宾访台了 这个预算规模从3.7亿元 要暴增变成4.3亿 郭正亮就点出蔡政府执政7年 调了9个邦交国 可是外交部预算不断的增加 2014外交部的预算叫做222亿 到了2023年暴增到了304亿 当然大家都知道 这个我们要这个源外 当然是必须要花到钱 问题是现在我们邀请来的 这些外宾来台湾呢 然后呢再配合媒体来造势 把外交转成了大内宣 钱又花得更多 这对我们的外交 有什么实质的帮助吗 董哥 没有啊 那他现在钱花越多 他说因为中共打压 所以我们必须要花更多的钱 在国际社会上做很多事情 那这些其实也是同样 民进党一个上下其手的好机会 不只邦交国少九个 他对不是邦交国也很慷慨 比如说我们过去讨论了立陶宛 对不对 他给立陶宛两亿 然后来买台湾公园宴 的半导体的技术 好不好笑 用我们拿钱给他买自己的东西 然后他拿了这技术会干嘛 这是一家私人公司 你今天看到民进党 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 他们都可以振振有词 最简单为什么我们外交预算 现在高那么多 因为他借着俄务战争说 我们要制止谁 我们要给乌克兰多少钱 配合自由世界美国的主张 然后对立陶宛 对东欧这些国家就很多笼漏 大家上下其手 那我们看到这里是一块 中南美洲这一块 这里已经没什么邦交国了 大家都可以看到了 结果他们也花了钱 包括譬如说瓜地的喇嘛 他们要去跟 要去跟美国做一些游说 也是台湾政府在出钱 这真好笑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民进党政府 他无所不用其极 每个部门都可以想方设法去捞 当然现在被发现是立人 捞得最离谱最多 那立人有一个大的前提就是 这是全世界未来要走的方向 所以你们通通不能反对 那大家各取首席啊 在外交这一块其实我们看到民进党 无所不用其极 然后这块又给很多人觉得说 他有很大的空间 为什么 因为外交是秘密的预算 那他跟国家安全有关 所以你们是不能看的 别人不能看 他就可以跟上架其手 我们在非洲有一个断交的邦交国啊 然后我们的当地的大使 雇的那个司机啊 骗我们外交部 说这个是当地的高官 我们自己骗了高的司机哦 帮大使开车的司机说这是高官 然后我们台湾来的人就不知道 来看他就混冲高官 然后就这被煞有其事你了 我讲了这事实哦 这个没有媒体报道过 然后后来就说 我们要支持他的家族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就汇了一笔钱 你知道这个国家 过去他们的母国在欧洲嘛 所以这个钱汇了 谁在领 我们台湾外交部家属在领啊 怎么跟剪几都没有用 那很多当事人很气 他们有一天碰到我说 诶 董哥你可以想想 天底下有这么离谱的 他家属因为他们去查 家属是被银行那个拍到脸 拍到照片 说这个不是谁的妈妈吗 这个不是谁的妈妈 这事情不了了之啊 我跟你讲 光这样的东西 接二连三在发生 所以从外交里面 去赚正如的钱非常多 包括我们外交部很多官员 那这些东西 无非是怎么样 你们民进党的高官有本事 对不对 五万变六亿 那我们捞一点算什么 那也是几百万的美金在捞啊 想起来真是非常可怕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